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伯雷利指出 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武器援助对乌克兰维持战争就要重要性 他说,乌克兰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我们 我们知道,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 只需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战争就可以在两周内结束 我们希望战争就这样结束吗?我不想 欧洲的大多数人也不想这样结束 因为这不是公平的结束方式 弗雷利亚称,欧盟国家在对莫斯科的政策上没有统一 有些人认为,俄罗斯是他们的朋友 乌韩总统泽兰斯基5月4日,在例行讲话中说 乌韩人的流落海外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 世界上没有谁会像乌克兰那样尊重乌韩人 尊重自己的人民 战争结束后,我认为人民将会如浪潮一般回归 我们将迅速的重建国家 这是乌韩人民的想法和需求 F-16战机很快就到来 乌韩空军发言人伊利亚·叶弗拉什表示 乌克兰现有的苏式飞机将与即将到来的F-16有效合作 并很快有成功的联合行动 目前,乌克兰飞行员正在丹麦 英国和美国接受培训 预计将于今年夏天做好战斗准备 叶弗拉什说,他们绝对能够做到 早些时候,在2000年代进行了训练演习 当时,F-16与我们的外国伙伴一起飞往乌克兰 在国际演习期间,他们与苏量7和米格29进行了联合演习 非常成功,非常有效 乌军战暴在过去24小时里 俄罗斯损失了1260名的士兵 12辆坦克,27辆装甲车,46门火爆系统 两套多管火箭系统 两套防空系统,31架战略和战术无人机 71辆车和油罐车 8辆特种车辆和其他设备 前线共发生119起战斗冲突 最猛烈的攻击发生在阿富迪布卡 34次 巴姆特27次 俄罗斯人共发动了5次导弹袭袭击和105次空袭 向乌军阵地和军民区发射91枚火箭弹 袭击中有乌韩平民伤亡 与此同时,乌军继续积极地打击俄罗斯人力和装备 使其在整个接触线耗尽兵力 乌韩空军袭击了俄罗斯军事员 集中的13个地区和3个指挥所 乌军的火箭部队和炮兵部队 袭击了俄军一个指挥所 和两个炮兵单位 俄罗斯新闻上的战果 俄防空部队击入了所有乌军向克里米亚 发射的美国援助的战术导弹 你信吗 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 俄防空部队值班兵器在克里米亚上空 摧毁了乌军发射的四枚陆军战役战术导弹 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根本就没有能力拦截弹道导弹 即使以后有一次拦截成功了 也是瞎猫逮住个耗子 早在5月1日 俄罗斯卫星社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此前称 俄军在一天之内 击落6枚美制陆军战术导弹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科比在新闻发布会上 回答相关问题时称 没有没有 我无法证实其中任何一枚被击落的报道 媒体在报道时称 同时他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来证实他的话 这就是文字艺术 俄罗斯说击落了美国陆军战术导弹 应该俄罗斯拿出证据 为什么不把视频和照片发出 击落的导弹也有残骸 随便可以拿到证据 但俄罗斯没有任何的证据 证明他们的说法 媒体在报道时说 美国这位官员没有提供证据 证实他的话 美国说没有击中 这不需要证据 其实这就是误导读者 时间久了或不小心就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 看新闻要谨慎 否则脑子会坏 国家道路此前证实 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据称是要求在乌克兰主权领土范围内使用 导弹来自三月宣布的一篮子军事援助 四月就出现在乌克兰 乌克兰人已经多次使用这款导弹 攻击俄罗斯后方纵身目标 一家独立门户网站报到 克里米亚首府 新非卢布尔附近的一处防空阵地 在遭到袭击后燃起大火 一个半小之后大火被扑灭了 但多名军人伤亡 新非卢布尔距前线200多公里 美国之前提供给乌克兰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所装备的导弹射程较短 仅为165公里 法国外交部长塞伟尔内在接受新报采访时讲 欧洲集团伙伴将保持团结和决心 继续尽可能多地支持乌克兰 俄罗斯的军事失败已经是事实 我们估计俄罗斯遭受了50万人的军事损失 其中包括15万人死亡 俄罗斯为了什么呀 一无所获 俄乌战场的一幕群风追雄 一架乌军侦察乌人机发现一辆俄军T-90坦克 乌克兰乌人机操作员派去了8架自杀式乌人机 要干掉这辆坦克 视频中可见 俄军T-90坦克在路上行驶时 被一架乌人机追杀 但俄军坦克没有停下来 看似会受到致命伤害 随后 第二架无人机对俄军坦克发动攻击 可能是命中了一侧履带 俄军坦克方向失灵 掉进了路沟里 另一架无人机从侧面发动攻击 紧接着又有几架无人机 向俄军T-90坦克顶端的装甲薄弱处连续轰炸 可能是防止俄军坦克兵在坦克受损后跳车逃跑 最终将他们全部去军事化了 俄罗斯又怒了 俄联邦国家杜马主席乌洛金表示 拜登和泽连斯基应该按照新标准征召入伍 送到前线打仗 根据新的征兵标准 第一个被征召入伍的应该是智障的拜登 第二个是他的朋友泽连斯基 乌克安总统是个沉迷于各种毒品的精神病患者 俄罗斯抢地失败挨打了就骂人呢 天天诅咒别人的人都是外强中干 窝里横了 打不过别人就在家里骂 泽连斯基跑路了 泽连斯基把贪腐的巨额财产转移到国外了 现在又说泽连斯基吸毒 未来还会对泽连斯基造谣 说他嫖娼 要把泽连斯基说成一个五毒俱全的小丑 自己一身白毛 指着别人喊妖精 5月3日 梅德维杰夫称 不管瑞士主办的乌克兰和平国际会议如何 俄罗斯都将继续收回祖先留下的领土 特朗普称 以制定和平计划 但不告诉你 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冲突会议 将揭露泽连斯基失败的和平一场 而俄罗斯会继续努力收回其祖先的领土 不会理会这一倡议 梅德维杰夫指出 这将使我们的武装部队 能够在不受新纳粹干涉 不回头看某人愚蠢的和平倡议的情况下 继续清理新俄罗斯地区领土 让我们所有人都能为迅速将我们祖先的领土 回归俄罗斯而进行细致的工作 此外 俄罗斯内政部已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列入了通缉名单 对此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建议 俄罗斯人寻找尝试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不会去俄罗斯 国际上也没有认可俄罗斯通缉令的国家 这个通缉意义在哪里 在俄罗斯国内忽悠俄百姓的 看 泽连斯基犯罪我们要通缉他 早些时候 瑞士联邦外交部表示 波尔尼已邀请包括七国集团 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代表团 在内的160多个代表团 参加将于6月15日至16日 在布根斯托克度假圣地举行的乌克兰问题会议 根据该国当局的说法 现阶段俄罗斯不再受邀者之力 5月4日 英国每日电讯报 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称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已经制定了一项 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详细计划 但在大选前不会透露 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已有一个计划了 但他不会与有限新闻网络进行辩论 因为那样你就会失去所有的影响力 相反 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将专注于一个简单的信息 他会结束战争 以此试图赢得美国选民的支持 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当选除非欧洲参与 否则他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塞尔斯基是否有病我真不知道 但从一些事情上 可以判断出发起这场战争的人有病 俄罗斯那些说不靠谱话的官员们也有病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病得更严重 重返白宫八字没一撇 就把自己当成白宫主人了 还是先把自己的官司处理好再对头 封口费刑事诉讼案 够特朗普喝一壶了 等着消息吧 今日网传一段视频显示 特枪实弹的乌兰士兵 押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人像 并焚烧 乌军士兵称因为特朗普使得 塞尼斯基总统得不到西方的援助的武器 因此特朗普是个叛徒 特朗普永远不可能再当总统 这么说 感谢观看